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智能AI控制 它就是针对脉冲时间 电波功率 以及能量传导速度 来做调控 我们的针 刺入到针皮组织以后 它会在几毫秒的时间 去侦测电阻 去控制脉冲发射的时间 然后让我们的能量的传达 都在比较均匀的位置上 我是杨松宇医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空一电波 一种新的电波技术 我们皮肤有一些纹路的产生 包括动态纹跟静态纹 那动态纹也就是 我们肌肉用力产生的纹路 就好像抬头纹 当你的额头用力的时候 那个纹路就跑出来了 不用力它就没有这个纹路 这个就是所谓的动态纹 它跟肌肉有关 它的治疗就需要肉毒杆菌 可是随着肌肤的 胶原蛋白流失 脂肪萎缩 甚至骨头的萎缩 让静态纹就会固定的呈现在那边 这个时候就不是肉毒杆菌就可以治疗 那我们就要针对 怎么去补充胶原蛋白 怎么去增加皮下组织 怎么去重组我们的皮肤 来达到改善这些纹路 这个时候 时空益电波就是我们可以借助的武器了 时空益电波其实就是电波的升级板 电波它是透过表皮 然后传达热能到我们的真皮组织 它可能就会伤害到表皮 时空益电波它就是透过特殊的针头 直接赤入到我们的真皮组织 去治疗我们的纤维母细胞 刺激纤维母细胞 去制造胶原蛋白 去达到解实皮肤 皱纹减少 甚至改善我们的皮肤本质 这就是时空益电波跟传统电波 不一样的地方 时空益电波跟电波跟阴波 它治疗的深度各有不同 时空益电波的微增 它可以直接刺到4mm左右 传统电波 它的电波传达的深度 大概也是在4.3mm 音波它会根据不同的探头 而从1.5mm到4.0mm的治疗深度 时空益电波它有一个特点 它有一个延伸伸展的模式 当你的针到了4mm的时候 它的放电可以再延伸多4mm 所以它治疗深度可以到达8mm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智能AI控制 它就是针对脉冲时间 电波功率 以及能量传导速度来做调控 我们的针刺入到针皮组织以后 它会在几毫秒的时间去侦测电阻 去控制脉冲发射的时间 然后让我们的能量的传达 都在比较均匀的位置上 不像传统的电波 它可能因为电阻的不同 而产生高低不同的能量 时空易电波基本上它适合所有的族群 时空易电波刺激的胶原蛋白 让比较初老的人产生的胶原蛋白 制造出来的胶原蛋白 可以达到抗老化 减缓老化的目的 老化比较明显的时候 时空易电波制造出来的胶原蛋白 软组织的重塑 会让你的皮肤状态年轻化 虽然它不像年轻的时候可以那么的有效 但是它还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治疗目的 而且时空易电波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多次的治疗 不断制造胶原蛋白 然后达到渐进式的皮肤的改善 老化的改善 作纹的改善 皮肤本质的改善 透过这些的改善 都可以让你达到更年轻化的目标 虽然时空易电波适合所有族群的治疗 但是还是有一些特殊状况 我们是不建议做时空易电波 这些状况就是包括 装有心理调解器或者去占器 怀孕 或者是皮肤有发炎的状态 或者是有自体免疫性的疾病 特别是皮肤方面的自体免疫性疾病 这一些的病人 我们都不建议做时空易电波的治疗 对于皮肤老化比较明显 比如说像皱纹比较多的人 我们时空易电波的治疗的次数可以增加 一般来讲可能建议三到六次 时间的间隔也可以请教医生 这些部分由专业的医生来评估您的皮肤的状态 皱纹的状态来决定治疗的次数以及治疗的间隔 时空易电波治疗后 皮肤会呈现了泛红的状态 但是它在一到两天就会改善 电波的治疗最常碰到的问题 因为它是热能 所以需要保湿 一个礼拜之内 不要去做去角质的治疗 特别是酸类 有一些人因为可能有痘痘 他会去做去角质 或者是A酸的治疗 这个都要避免 其实我们皮肤的老化 有很多种层面 包括胶原蛋白的流失 皮肤变薄 包括脂肪的萎缩 肌肉 还有筋膜的无力 等格的流失变薄 这些经常不是靠单一一种治疗 就可以达成目标 因此时空易电波可以搭配肉毒的治疗 也可以搭配各种不同填充剂的治疗 像玻尿酸 精量脂 铜元针之类的 对了 越来越来越卡住 那边带一次 中文 中文 对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